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说 当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告诉黎西米说 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当城墙不在的时候 百姓遭大难受凌辱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特别特别要强调 他的确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个人家庭教会 遭遇到仇敌不止息的攻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虽然不见得是唯一的原因 但是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每一次当城墙有破口 被拆毁 仇敌就可以自由地进出 可以自由地来伤害神的儿女们 来破坏神家的见证 今天有多少的异端邪说 或是一些不正确的属世的观念 世俗的思想 世上的小学 甚至像圣经上说的假弟兄跟闲杂人 都大量的用各样的方式涌入了教会 于是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 他的教授说 他说这个后现代这种postmodern的这种 这种思维的方式 不光融入了人的生活 甚至连教会里面都进来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看早期的艺术系的学生 当教授带他们去艺术馆参观这些 伟大的这些艺术品的时候 老师会问学生说 你们觉得作者借着这个画 借着这个雕像 他想要表达什么 现在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都变成问说 这个画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小组茶经也是这样 当我们正确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来问说 神借着这段圣经 要告诉我们什么 圣灵在这里想要传的信息是什么 借着这个故事 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 神在这里对我们说什么 但是现在你发现小组茶经说 大家都交通自由交通 这段圣经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太注重 我不是说不能交通我们的感受 而是我们变成就变成 你要讲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人能说你错 免得伤了你 所以当有人随便乱讲的时候 小组长如果来纠正 纠正不好 马上就绊倒人 就把人打伤了 这是后现代 所以更不要说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这个网络这么方便的时代 仇敌的攻击是无孔不入 是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的 非常方便 我们以前说这个不要引狼入室 现在根本财狼虎豹 住在我们的家里面 对不对 它随时可以给我们洗脑 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它可以玷污我们的生命 它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它伤害我们的身心灵 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式 在这里重拾伤害的 但因为它的确是很方便的工具 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就 查到很多需要的资料 或者在生活上的必需品 所以这两种混在一起 就让我们不能拒绝它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它的主人的话 我们一定被它伤害 就跟火 也不能说它不好 可是你玩火 它可以烧掉你的 你现在小孩子随便他们上电脑 你比随身带枪还要危险 对不对 我们不会让孩子带枪的 因为他可能没有适当的使用 伤了人伤了自己 可是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起来征战 我觉得没有一个世代 比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更缺少城墙的保护和分别的界限 因为网路无孔不入的 各样的资讯 各样的学说 各样的看法都进来 各样的诱惑试探都进来 所以没有一个世代 比我们这个世代 更需要起来重建城墙 把神家的界限画清楚 把圣别的线画清楚 把仇敌的座位赶出去 黎西米的时代 他建了城墙 他不过是把那些 想在安息日做生意的人 也关在城外 不准他们进来 免得他们破坏的神百姓 守安息日的金钱生活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要做的 其实只是为了怕安息日 他们在这里做买卖 仇敌今天可以给我们的破坏 简直是太可怕了 不光是大人 孩子们 青少年几乎在仇敌 无孔不入的腐蚀和熏陶底下 大家与神的关系 属灵生命的纯度 跟教会 一个教会该有的见证 还有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通通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 所以每次我们想到 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代 他们要面对的试探 他们要面对仇敌 在他们身上的攻击 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着急 真的是着急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只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成绩 放在孩子的performance上面 一定要从小塑造他们健康的属灵生命 要建立他们跟神低手的他自己的关系 我常常说你如果18岁以前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可以跟神有关系的话 你就好像把一个完全不懂得游泳的人 18岁的时候带到大海上 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一样 我们怎么可能会把孩子丢到海里面 他不会游泳 可是我们怎么放心 只在乎他成绩 他不知道如何分辨 不知道如何在主的面前刚强站住 而把他丢到这个世界的大海里面去 所以难怪有80%的孩子们 华人教会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 他们不仅仅不好好聚会 他们否定了他们的信仰 所以这真是一个没有城墙 缺少保护 缺少分别界限的世代 好